《名书记》第一章 你和亚伦要按着他们的队伍数点他们 每一个支派要有一人帮助你们 他们每一个都是他副家的首领 以下就是帮助你们的人的名字 属刘本支派的 有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属西缅支派的 有苏丽莎代的儿子士露灭 属犹大支派的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属以撒加之派的 有苏丫的儿子拿坦叶 属西布伦之派的 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约瑟的子孙中 属以法连之派的 有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属玛拿西之派的 有彼大肃的儿子加玛列 属变亚敏之派的 有基多尼的儿子亚彼旦 属旦之派的 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泄 属亚舍之派的 有鄂兰的儿子帕杰 属迦德之派的 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属拿福塔利之派的 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 这些人是从会众中选出来 都是他们宗族之派的领袖 他们是以色列的族长 于是摩西和亚伦带着这些提名指定的人 在2月1日召集了全体会众 他们就照着他们的宗族 按照他们的附加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的都按着人口一一登记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摩西就怎样在西奈的旷野赎点了他们 以色列的长子刘本子孙的后代 照着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按着人口 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丁都登记了 刘本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46500人 西缅子孙的后代 照着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按着人口 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丁都登记了 西缅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59300人 迦德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都登记了 迦德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45650人 犹大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都登记了 犹大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74600人 以萨迦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都登记了 以萨迦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54400人 西部伦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都登记了 西部伦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57400人 约瑟的儿子、以法连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以法连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40500人 马拿西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马拿西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32200人 变雅明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变雅明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35400人 但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但子派被赎点的 共有62700人 亚瑟子孙的后代 照着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亚瑟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41500人 拿弗塔利子孙的后代 照着他们的宗族、富家 根据人民数目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都登记了 拿弗塔利之派被赎点的 共有53400人 以上就是被赎点的人数 是摩西和亚伦 以及以色列的首领12人 每富家1人 所赎点的 这样在以色列中 按着富家 20岁以上 凡是能出去打仗的 以色列人 都登记了 被赎点的 共有60万 零3550人 只有立位人 没有按着他们家族的支派 赎点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 曾对摩西说 只有立位支派 你不可赎点 也不可把他们的总数 列入以色列人中 只要派立位人 管理法规的账目 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以及一切属于账目的事物 他们要抬账目 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他们要办理账目的事 在账目四周安营 账目要起行的时候 立位人要把它拆卸下来 账目要支搭的时候 立位人要把它树立起来 如果有外人走近 必须处死 以色列人安营 要依照他们的队伍 各归本营 各归本旗 但立位人 要在法规账目的四周安营 免得神的愤怒 临到以色列的会众 立位人要负 看守法规的账目的责任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他们就怎样行 名书记第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旗下 在自己附加的旗号下安营 他们要在会幕四周 稍远的地方安营 在东方向着日出之地 按着队伍安营的是 犹大营的旗号 犹大人的领袖 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人 在他旁边安营的是 以色加之派 以色加人的领袖 是苏鸦的儿子拿坦叶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四千四百人 又有西布伦之派 西布伦人的领袖 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七千四百人 凡是属尤大营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人 他们要首先出发 在南方 按着队伍是刘本营的旗号 刘本人的领袖 是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六千五百人 在他旁边安营的是 西勉之派 西勉人的领袖 是苏丽沙代的儿子 士露灭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九千三百人 又有加德之派 加德人的领袖 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 凡事属刘本营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人 他们要做第二队起行 会幕和立位人的营 要在众营中间前行 他们怎样安营 就怎样出发前行 各按本位 各归本旗 在西方 按着队伍是以法联营的旗号 以法联人的领袖 是雅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零五百人 在他旁边的是马拿西支派 马拿西人的领袖 是彼大肃的儿子加玛烈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三万二千二百人 又有便雅米支派 便雅米人的领袖 是基多尼的儿子雅比旦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三万五千四百人 凡是属以法联营 按着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十万零八千一百人 他们要做第三队起行 在北方 按着队伍是弹营的旗号 弹人的领袖 是雅米沙黛的儿子雅西乙瀑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人 在他旁边安营的是亚瑟支派 亚瑟人的领袖 是鄂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一千五百人 又有拿弗塔利支派 拿弗塔利人的领袖 是以南的儿子雅西拉 他的队伍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人 凡是属弹营被数点的 共有十五万七千六百人 他们要随着自己的旗号 最后起行 以上是照着他们的附加 被数点的以色列人 所有按着他们的队伍 在重营中被数点的 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只有立位人 没有数点在以色列人中 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照着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行了 他们随着自己的旗号安营 个人按着自己的宗族和附加起行 名书记第三章 耶和华在西奈山上 与摩西说话的日子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的儿子的名字如下 长子是拿达 还有雅比户 以利亚萨 以他玛 这就是亚伦的儿子的名字 他们是受告的祭司 是摩西叫他们承受圣职 担任祭司的职份的 拿达和雅比户在西奈旷野把反火 陷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死在耶和华面前 他们没有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 就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担任祭司的职份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叫立位之派进前来 使他们站在亚伦祭司面前 可以服侍他 他们要替亚伦和全体会众 在会幕前尽上本分 办理账目的事 他们又要看守管理会幕里的一切器具 也要替以色列人尽上本分 办理账目的事 你要把立位人派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 选出来完全给他的 你要委派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份 外人走近必被致死 耶和华告诉摩西 看哪 我从以色列人中 拣选了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就是他们的长子 所以立位人要归我 因为所有投生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投生的那天 就把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 无论人畜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西奈旷野对摩西说 你要照着立位人的富家 宗族 数点他们 所有男丁 一个月以上的 你都要数点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命令 就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数点了立位人 立位众子的名字是 格顺 歌侠 米拉利 格顺儿子的名字 按着宗族是利尼和世美 歌侠的儿子按着宗族是 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宗族是 莫利 姆氏 这些人按着他们的富家 都是立位人的宗族 数格顺的有利尼家族和世美家族 这是格顺人的家族 根据所有男丁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 共有七千五百人 格顺人的家族要在帐幕的后面 就是西方安营 格顺人家族的领袖是 拉伊勒的儿子 以利亚萨 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的职份 是看守帐幕 罩棚 罩棚的顶盖和会幕门口的帘子 还有院子的帐幕 院子门口的帘子 院子是环绕帐幕和祭坛的 以及院子使用的一切绳子 属格侠的有 暗兰家族 以斯哈家族 西伯伦家族和乌靴家族 这是格侠人的家族 根据所有男丁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的 共有八千六百人 他们要尽看守圣所的职份 格侠子孙的家族 要在帐幕的南方安营 格侠家族的领袖 是乌靴的儿子以利撒反 他们的职份是管理约柜 桌子 灯台 两座坛 以及他们在圣所内使用的器具 帘子和帐幕里使用的一切东西 亚伦祭司的儿子以利亚萨 要做立位人众领袖中的领袖 要监察那些尽看守圣所职份的人 属米拉利的有莫利家族和姆士家族 这些是米拉利的家族 根据所有男丁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被属点的 共有六千二百人 米拉利二家族的领袖 是雅比亥的儿子苏烈 他们要在帐幕的北方安营 米拉利子孙的职份 是看守帐幕的木板、门栓、柱子、插座 一切器具以及负责一切有关的事物 还有看守院子四周的柱子、插座、角子和绳子 在帐幕前面东边 就是在会幕向日出的方向安营的 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他们代替以色列人应尽的职责 看守圣所 外人进前来必被致死 摩西和亚伦照着耶和华的命令 数点了所有的立位人 按着家族、凡是男丁 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 共有二万二千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男子 一个月以上的 你都要数点 登记他们的姓名 我是耶和华 你要把立位人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要把立位人的牲畜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牲畜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把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都数点了 根据人民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 凡是投生的男子 被数点的 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三个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要拣选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 立位人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至于那超过立位人总数的二百七十三个 需要赎回的以色列人的长子 你要每人收取赎赎五十七克 要按照人数 根据圣索的秤收取 就是按照圣索的标准重量 你要把那超额人数的赎赎 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摩西就从那些被立位人赎回以外的人 收取赎赎 从投生的以色列人收取的银子 根据圣索的秤 共有六百八十二公斤 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把这赎银交给了亚伦和他的儿子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名书记第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要从立位人中登记割侠子孙的总数 照着他们的家族附加 从三十岁以上直到五十岁 能进来供职 在会幕里工作的 你都要登记 哥侠子孙在会幕里的工作 就是管理至圣之物 启营出发的时候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 把遮盖至圣所的帽子卸下来 用来遮盖约柜 又把海狗皮罩盖在上面 再铺上纯蓝色的布 然后把杠穿上 在陈设柄的桌子上 他们要铺上蓝色布 把盘子、碟子、杯和电酒的绝 摆在上面 桌子上也必须有长线柄 在这些物件上面 他们要铺上珠红色布 再盖上海狗皮罩 然后把杠穿上 他们要拿蓝色布 把灯台和灯台上的灯盏、茧子、腊花盘 以及为灯台所用一切成油的器具遮盖起来 他们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都包在海狗皮里 然后放在台架上 在金坛上面 他们要铺上蓝色布 再盖上海狗皮罩 然后把杠穿上 他们又要把圣索里供植使用的一切器具 都包在蓝色布里 再盖上海狗皮罩 然后放在台架上 他们要清除檀上的灰 把紫色布铺在檀上 又要把在檀上供植使用的一切器具 就是火顶、肉叉、铲子、盘子 都摆在上面 再盖上海狗皮罩 然后穿上杠 群营出发的时候 亚伦和他的儿子 把圣索和圣索的一切器具 遮盖完了以后 戈侠的子孙就要来台 只是他们不可触摸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会墓里 这些物件 是戈侠的子孙应当台的 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利亚萨的植物 是看管点灯的油 芬芳的香 长线的素季和高油 也要看管整个账目 和其中所有的一切 以及圣索和圣索的器具 依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不可把歌侠家族的派系 从立位人中剪除 他们接近至圣之物的时候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 指定他们个人当办的 和当台的工作 你们要这样带他们 好让他们活着 不致死亡 只是他们连片刻 也不可进去观看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也要登记 格顺子孙的总数 照着他们的富家家族 从三十岁以上 直到五十岁 能进来供职 在会幕里工作的 你都要数点 格顺人的家庭所做的事 和所抬的物如下 他们要抬帐木的蔓子 绘墓和绘墓的盖 以及盖在上面的海狗皮罩 和绘墓的门帘 院子的围子 院子的门帘 院子是围绕帐木和祭坛的 绳子以及一切使用的器具 有关这些器具所当作的 他们都要办理 格顺的子孙所有的任务 他们在一切当台的 和当办的事上 都要照着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 他们当台的 你们都要把职务分派给他们 这是格顺子孙的家族 在会幕里所办的事 他们的职务 要受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他马的管理 米拉利的子孙 你也要照着他们的宗族 按着他们的家事数点他们 从三十岁以上 直到五十岁 能进来供职 在会幕里工作的 你都要数点 他们在会幕里的一切侍奉 他们的职务 就是台帐幕的木板 横栓 柱子和插座 院子四周的柱子 插座 角子 绳子 一切用具和使用的东西 他们当台的器具 你们要按着名字 一一指定 这是米拉利子孙的家族 在会幕里所办的一切事物 都受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他马的管理 摩西 亚伦和会众的领袖们 把戈侠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宗族和父家 从三十岁以上直到五十岁 能进来供职 在会幕里工作的 都数点了 按着宗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二千七百五十人 这是戈侠家族被数点的人数 是所有在会幕里办事的人数 就是摩西和亚伦 照着耶和华 借摩西分付数点的 格顺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宗族和父家被数点的 从三十岁以上 直到五十岁 能进去供职 在会幕里工作的 按着他们的宗族和父家 被数点的人数 共有二千六百三十人 这些是格顺子孙的家族 被数点的人数 是一切在会幕里办事的 就是摩西和亚伦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数点的 米拉利的子孙 按着宗族和父家 从三十岁以上 直到五十岁 能进去供职 在会幕里工作的 都数点了 按着宗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三千二百人 这些是米拉利子孙的家族 被数点的人数 就是摩西和亚伦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数点的 被数点的立位人 就是摩西和亚伦 以及以色列的众领袖 按着宗族和家世数点的 从三十岁以上 直到五十岁 可以进去供职 在会幕里做台物件的工作的 他们的人数 共有八千五百八十人 照着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的 把他们数点 个人按着自己所办的事 和所台的物件 被数点 正如耶和华 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名书记第五章 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所有患麻风病的 患漏症的 以及应接触死人而不绝的 都送出营外 无论男女 你们都要送出去 你们要把他们送出营外 免得他们玷污自己的营 这营就是我居住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把他们送出营外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 如果犯了人所犯的任何罪 以致得罪耶和华 那人就有了罪 他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把亏负人的损失 元数赔偿之外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给予他亏负的人 如果那人没有近亲 可以把所亏负的赔偿给他 所亏负的 就要还给耶和华 就是归给祭司 此外还要献上 为他赎罪的戴罪公民羊 以色列人的一切圣物中 奉给祭司为举祭的 都要归给祭司 个人所献的圣物 要归给祭司 人无论献给祭司什么 都要归给祭司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无论什么人 如果他的妻子被离丈夫 对他不忠 有人和他同情 事情瞒过了丈夫 没有被查出 没有见证人指证他 犯罪时也没有被人捉住 如果他的丈夫生了疑心 遗祭妻子 而妻子实在是被玷污了 又或者丈夫生了疑心 遗祭妻子 而妻子并没有被玷污 这人就要把妻子 带到祭司那里 又要为他带来贡物 就是大麦面一公斤 不可浇上油 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这是遗迹的素迹 是思念的素迹 使人思念罪孽 祭司要使那妇人走进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 又从帐墓的地面取些尘土 洒在水中 祭司要使那妇人 站在耶和华面前 松开她的头发 把思念的素迹 就是遗迹的素迹 放在她的手中 祭司的手里 要拿着使人招致咒诅的苦水 祭司要叫那妇人起誓 对她说 如果没有人与你同情 做妻子时 没有背弃丈夫 被人玷污 你就免受着使人招致咒诅的苦水 但是 如果你做妻子时 背弃了丈夫 被人玷污了 如果你在你的丈夫以外 曾与别的男人同情 这样 祭司要叫那妇人发咒 启示 继续对她说 耶和华要使你的大腿消瘦 肚腹肿胀 愿耶和华叫你在你的族人中 成为咒诅和启示的画柄 愿这招致咒诅的水 进入你的腹中 使你的肚腹肿胀 大腿消瘦 那妇人要说 阿们 阿们 祭司要把这些咒诅的话 写在卷上 又把所写的字 洗在苦水里 又要叫那妇人 喝这招致咒诅的苦水 这招致咒诅的水 要进入她里面就引起痛苦 祭司要从这妇人的手中 取过那一季的素季 把素季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然后带到祭坛那里 祭司要从素季中 取出一把来作为纪念 放在祭坛上焚烧 然后才叫妇人喝这水 祭司叫她喝了这水以后 如果她被人玷污 对自己的丈夫不忠 这招致咒诅的水 就必进入她里面 引起痛苦 她的肚腹必肿胀 大腿必消瘦 那妇人就要在她的族人中 成为咒诅 但是 如果这妇人没有被玷污 而是贞洁的 就不致受害 并且要怀孕生子 这是关于遗迹的律例 妻子在自己丈夫的泉下 如果被离丈夫 被人玷污了 或是人生了遗迹的心 遗迹自己的妻子 她就要叫那妇人 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祭司要对她执行这法力 这样 男人可以免罪 妇人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孽 名书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无论男女 如果许了特别的愿 就是拿西尔人的愿 就要离俗归耶和华 他要戒除淡酒和农酒 淡酒做的醋和农酒做的醋 他都不可喝 不可喝任何葡萄汁 也不可吃鲜葡萄或干葡萄 在他离俗的日子 葡萄树上出产的 无论是葡萄盒或是葡萄 都不可吃 在他许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剃刀剃头 他要圣洁 直到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他要由他的头发长长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不可走近死人 他的父母、兄弟或是姐妹死了的时候 他不可因他们玷污自己 因为离俗归他神的记号 在他的头上 在他离俗的日子 他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如果在他身旁 突然有人死了 以致他离俗的头被玷污了 他就要在得洁净的日子剃头 就是在第七日剃头 第八天 他要把两支斑鸠或是两支厨戈 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为他赎那因死人而玷污的罪 他要在当天使他的头成为圣洁 使他重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又要带一支一岁的公羊羔 来做赎千计 以前的日子无效 因为他的离俗被玷污了 拿歇尔人的律例是这样 离俗的人的日子满了那天 人要把他带到会幕的门口 他要把贡物献给耶和华 就是献一支完全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做凡祭 一支完全没有残疾 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 一支完全没有残疾的公羚羊做平安祭 一栏无效调油的细面饼 和抹油的无效薄饼 以及铜线的素祭和电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些贡物 又要献上他的赎罪祭和凡祭 他又要把那支公羚羊和那一栏无效饼 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 祭司也要把铜线的素祭和电祭献上 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 替他离俗的头 把他离俗的头发拿去 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 拿西尔人替去了自己离俗的头发以后 祭司就要取那煮过的公羚羊的一条前腿 又要从篮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 都放在拿西尔人的手上 祭司要把这些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些做摇祭献上的胸和做举祭的腿 同为圣物献给祭司 然后拿西尔人才可以喝酒 许愿的拿西尔人的历历是这样 他献给耶和华的贡物是照着他离俗的愿 不是根据他手上所得的 他怎样许愿 就当怎样照着离俗的律例而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 赐你平安 他们要这样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为他们祝福 明数纪第七章 摩西树立了账目的那天 就用膏抹它 使它成圣 又把其中的一切器具 祭坛和祭坛的一切器具 都用膏抹了 使他们成圣 以色列的众领袖就是他们附加的首领都来奉献 就是众支派的领袖是管理那些被赎点的人的 他们把自己的贡物带到耶和华的面前 就是六辆棚车和十二头公牛 每两个领袖奉献一辆棚车 每个领袖奉献一头公牛 他们把这些都送到账目的面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把这些收下 好做会幕事物的使用 你要把这些交给立位人 要按照个人所办的事物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下了车和牛 交给立位人 他按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物 把两辆车和四头牛交给他们 又按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物 把四辆车和八头牛交给他们 他们都受亚伦祭司的儿子以他马的管理 但是没有分给哥侠的子孙 因为他们所办的事是圣所的事 是要用尖头抬的 用高抹祭坛的日子 众领袖都献上奉献祭坛的礼物 众领袖把自己的贡物献在祭坛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众领袖要献上自己奉献祭坛的贡物 每天要有一位领袖来献上贡物 头一天献上贡物的 是犹大支派的雅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民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民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雅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的贡物 第二天来献的是以撒加的领袖 苏鸭的儿子拿坦叶 他献上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民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民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苏鸭的儿子拿坦叶的贡物 第三天来献的是西布伦子孙的领袖 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民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民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的贡物 第四天来献的是刘本子孙的领袖 是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银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民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民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的贡物 第五天来线的是西棉子孙的领袖 苏利沙黛的儿子士露面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苏利沙黛的儿子士露面的贡物 第六天来线的是迦德子孙的领袖 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就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的贡物 第七天来线的 是以法莲子孙的领袖 雅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它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雅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的贡物 第八天来线的 是马拿西子孙的领袖 比大肃的儿子加玛列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比大肃的儿子加玛列的贡物 第九天来线贡物的 是汴崖明子孙的领袖 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的贡物 第十天来线的 是丹子孙的领袖 亚米沙代的儿子 亚西乙�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雅米沙代的儿子 雅西乙瀟的贡物 第十一天来线的 是雅舍子孙的领袖 鄂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索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 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厄兰的儿子帕杰的贡物 第十二天来线的 是拿福他利子孙的领袖 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索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 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头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以南的儿子 亚西拉的贡物 用高抹祭坛的日子 以色列的众领袖 献上奉献祭坛的贡物 共有银盘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鲸鱼十二个 每个银盘重一公斤半 每个银碗重八百克 一切器皿的银子 按圣索的秤 共有二十七公斤 零六百克 鲸鱼十二个 盛满了香 按圣索的秤 每个鲸鱼重一百一十克 这些鲸鱼的金子 共有一公斤零三百二十克 做凡祭的牲畜 共有公牛犊十二头 公棉羊十二只 一岁的公羊羔十二只 还有同线的宿祭 以及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十二只 做平安祭的牲畜 共有公牛二十四头 公棉羊六十只 公山羊六十只 一岁的公羊羔六十只 这就是用羔抹祭坛以后 所献上奉献祭坛的贡物 摩西进入会幕 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就听见法贵的施恩座上 二基路伯中间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民数纪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 你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照向灯台的前面 亚伦就这样行了 他把灯台上的灯都点着了 使光照向灯台的前面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是这样 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从座到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 是照着耶和华指示的样式做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间 选出立位人 洁净他们 你洁净他们当这样行 要把除醉水 洒在他们身上 又叫他们用剃刀剃全身 把衣服洗净 洁净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头 公牛毒和铜线的素剂 就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头公牛毒 做赎罪祭 你要把立位人带到会幕前面 又要召集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你要把立位人带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身上 亚伦要把立位人 陷在耶和华面前 做以色列人中的摇祭 使他们办理耶和华的事物 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头牛的头上 你要把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献给耶和华 为立位人赎罪 你又要叫立位人 站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面前 把他们做摇祭献给耶和华 这样 你要把立位人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 立位人就要归我 以后 立位人可以进去办理会幕的事 你要洁净他们 把他们做摇祭献上 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完全献给我的 我选出了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因为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连人代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投生的那一天 就把他们分别为圣归我了 我选出了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 把立位人赐给亚伦和他的重子 在会幕里办理以色列人的事物 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走进圣所的时候 就有灾祸临到他们 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就像立位人这样行了 耶和华指着立位人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向他们行了 于是立位人洁净了自己 把衣服洗净 亚伦把他们做摇祭陷在耶和华面前 亚伦又为他们赎罪 洁净他们 然后立位人才进去 在亚伦和他的重子面前 在会幕里办理他们的事物 耶和华指着立位人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关于立位人的职责是这样 从25岁以上的 要进来办理会幕里的事物 到了50岁 就要停止办理事物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帮助自己的兄弟 尽忠职守 事物却不必办理了 关于立位人的职守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第二年正月 耶和华在西奈旷野 吩咐摩西说 以色列人要在指定的时间 守御月节 就是本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在指定的时间 守这节 要照着这节的一切律例 和一切典章而行 于是摩西吩咐 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御月节 他们就在正月十四日 黄昏的时候 在西奈旷野守了御月节 耶和华怎样吩咐了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有几个人因为处找死人而不洁净 以致他们不能在那一天守御月节 当日他们来到摩西和亚伦面前 这些人对摩西说 我们虽然因为接触死人而不洁净 为什么我们被拒绝 不能在以色列人中 在指定的时间献耶和华的购物呢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且等候 我要去听耶和华对你们有什么吩咐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或你们的后代中 如果有人因为接触死人而成为不洁净 或因到远方旅行 他还要向耶和华守逾月节 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月节 同时要吃无酵饼和苦菜 一点也不留到早晨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他们要照着逾月节的一切律例守节 但那捷径的又不在路上旅行的人 如果忽略守逾月节 那人就要从自己的名中被剪除 因为他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 献上耶和华的贡物 那人必担当自己的罪 如果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想要向耶和华守逾月节 他就必须照着逾月节的条例和典章而行 不论是外人或是本地人 只有一样的条例 在树立账目的那一天 有云彩遮盖着账目 就是法贵的账目 到了晚上 云彩在账目上形状像火 直到早晨 常常是这样 白天有云彩遮盖账目 夜间云彩形状像火 云彩什么时候从会幕上收去 以色列人就起行 云彩在什么地方停住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云彩在账目上停留多久 他们就安营多久 如果云彩多日停留在账目上 以色列人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 有时云彩停留在账目上 只有几天 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有时云彩从晚上到早晨停住 到了早晨 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有时云彩从白昼到晚上都停住 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云彩停留在账目上不论有多久 或两天 或一月 或一年 以色列人就安营不起行 云彩一收上去 他们就起行 他们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 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们遵守耶和华吩咐的 就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 民数纪第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 要锤出来的 可以用来召集会众 也可以叫会众拔营起行 吹号的时候 全体会众都要到你那里 聚集在会幕的门口 如果单吹一支 众领袖 就是以色列的族长 都要到你那里聚集 你们吹大声的时候 那在东边的营都要起行 你们第二次吹大声的时候 那在南边的营都要起行 他们要起行 必须吹大声 但召集会众的时候 你们要吹号 却不要吹大声 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 要做吹号的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条例 你们在本地 与欺压你们的仇敌 作战的时候 就要吹大声 使你们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 也得拯救 脱离你们的仇敌 此外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 和指定的节旗 以及月术 你们献凡祭和平安祭的时候 也要吹号 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 替你们作为纪念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第二年2月20日 云彩从法柜的账目 收上去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从西奈旷野 按战起行 云彩在巴兰旷野停住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照着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启程 犹大营的旗号 按着他们的队伍 首先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统领以萨加支派队伍的 是苏鸭的儿子拿坦叶 统领西布伦支派队伍的 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账目拆下来以后 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 就抬着账目起行 刘本营的旗号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统领西缅支派的是 苏利沙代的儿子士露灭 统领迦德支派队伍的 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萨 歌侠人抬着圣物起行 他们到达之前 人已经把账目树立起来 以法连营的旗号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 统领马拿西支派队伍的是 彼大肃的儿子加玛列 统领汴亚米支派队伍的 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 旦银的旗号做重银的后队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 统领队伍的是 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 统领亚舍支派队伍的是 厄兰的儿子帕杰 统领拿佛塔利支派队伍的是 以南的儿子亚西拉 这是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 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的次序 摩西对自己的岳父 米甸人刘尔的儿子荷巴说 我们要起行到耶和华应许的地方去 他曾说 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们 现在求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必善待你 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 已经应许福乐 荷巴对摩西说 我不去 我要归回我本地本族那里去 摩西说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因为你知道 我们应怎样在旷野安营 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 如果你与我们同去 将来耶和华用什么好处待我们 我们也必用什么好处待你 以色列人从耶和华的山起行 行了三天的路程 耶和华的约贵在他们前面行了三天的路程 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 他们拔营起行的时候 日间总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上头 约贵起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 耶和华啊 求你起来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约贵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啊 求你归来 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人民发怨言 恶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发烈怒 耶和华的火 就在他们中间焚烧 烧毁了营地的边界 人民向摩西呼求 摩西恳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 就称那地方做塔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 曾在他们中间焚烧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 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可以不花钱吃鱼 还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和蒜 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 除了这玛拿以外 在我们眼前 什么都没有 这玛拿仿佛圆衰子 又好像珍珠 人民走来走去 把玛拿拾起来 或用磨磨碎 或用旧捣碎 或用锅煮 或做成饼 它的滋味 好像油饼的滋味 夜间露水降在银上的时候 玛拿也随着降下来 摩西听见人民都在个人的帐篷门口哀哭 耶和华就大发烈怒 摩西也不高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 为什么我没有在你面前蒙恩呢 竟把管理这人民的重担 全放在我身上呢 这人民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的吗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去 我从哪里得肉 给这人民吃呢 因为他们都向我哭着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我不能独自担当管理这人民的责任 因为实在太重了 你既然这样待我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 请你把我杀了 免得我看见自己的苦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为我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认识的民间的长老和官长 领他们到会幕那里 叫他们与你一同站在那里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也要把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 他们就与你一同担当管理人民的责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你要对人民说 你们应当自节 预备明天可以吃肉 因为你们哭着向耶和华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所以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是吃一天两天 不是吃五天十天 也不是吃二十天 而是吃一个整月 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 成为你们厌恶的东西 因为你们轻视了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着说 我们为什么出埃及呢 摩西说 这与我同住的人 能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给他们肉吃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把羊群和牛群都给他们宰了 就够他们吃吗 或是把海里所有的鱼 都给他们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手臂缩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看我的话应验不应验 于是摩西出来 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人民 又从民间的长老中 招聚了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摩西身上的灵 分给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说预言 以后却没有再说 那时还有两个人留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灵也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原是在被录取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 伊利达和米达在营中说预言 摩西的侍从嫩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 回答说 我主摩西 请你制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 但愿耶和华的人民都是先知 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营去了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吹起 把安纯由海面刮来 散落在营地 安纯在营的四周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一公尺 人民起来 那一天中日中夜 并次日一整天 都在捕捉安纯 最少的也捕捉了约二千公升 他们都摆在营地的四周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 还没有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人民发作 用极重的灾祸击打他们 于是那地方名叫基伯罗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了贪欲的人 人民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到哈喜路去 就住在哈喜路 民数记第十二章 米利安和亚伦为了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的缘故 就出言反对摩西 因为他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 他们说 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十分谦和 胜过世上所有的人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 亚伦和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幕那里去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停在会幕门口 呼召亚伦和米利安 他们二人就前去 耶和华说 现在你们要听我的话 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可是 对我的仆人摩西 却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中心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是亲自说的 不是用谜语 他必看见耶和华的形象 你们出言反对我的仆人摩西 为什么不惧怕呢 耶和华向他们发怒 就走了 云彩从会幕上离开 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亚伦转身过来看米利安 见他长了大麻风 亚伦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行事愚昧 所犯的罪 就把这罪夹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叫他像个死胎 一出母腹 肉就半腐烂了 于是摩西向耶和华哀求说 神啊 求你医好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如果他的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 他不是要蒙羞七天吗 现在把他关在营外七天 然后才让他回来 于是米利安被关在营外七天 人民没有启程 直到把米利安接回来 然后人民从哈喜路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名书记第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派人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江南地 按照富江所属的支派 每支派要派一个人 各个都必须是他们的领袖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从巴兰的旷野派他们去了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以下是他们的名字 属刘本支派的是萨科的儿子沙姆亚 属西缅支派的是和利的儿子沙法 属犹大支派的是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属以撒加支派的是约瑟的儿子以加 属以法连支派的是嫩的儿子河西亚 属变亚敏支派的是拉弗的儿子帕提 属西布伦支派的是梭底的儿子加迭 属约瑟支派的就是属马拿西支派的 是苏西的儿子加迪 属旦支派的是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 属亚瑟支派的是米加勒的儿子西铁 属拿弗塔利支派的是瓦弗西的儿子拿比 属加德支派的是马基的儿子旧利 以上是摩西派去盔探那地的人的名字 摩西称嫩的儿子河西亚为约书亚 摩西派他们去窥探迦南地 对他们说 你们要从这里上南地 然后上山地去 看看那地怎样 住在那里的人是强是弱 是多是少 看看他们住的地怎样 是好是坏 看看他们所住的城镇怎样 是营地还是城堡 看看那地怎样 是肥沃还是贫瘠 那里有树木没有 你们要壮胆 把那地的果子带些回来 那时正是葡萄出手的时候 他们上去窥探了那地 从巡的旷野到利河 直到哈马关口 他们上到南地 到了西伯伦 在那里有亚纳族人的后裔 亚西曼 世筛 踏买 原来西伯伦城 比埃及的索安城早建七年 他们来到以石各谷 从那里砍下了一根葡萄枝子 上头只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回来 他们也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回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 所以那地方叫做以石各谷 四十天以后 他们窥探那地完毕就回来 他们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 借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向摩西、亚伦及全体会众报告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他们告诉摩西 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只是住在那地的人强壮 城又坚固又十分高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 也看见了亚纳族人的后裔 有亚玛利人住在南地 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沿岸 迦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镇静 说 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 因为我们必能得胜 但是那些与他同去的人却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 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恶性 说 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 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 个个都高大 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 就是亚纳人的子孙 是巨人的后裔 我们看自己好像是炸猛 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当时全体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众民都哭嚎 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全体会众都对他们说 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死在这旷野 伊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 死在刀剑之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要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 岂不更好吗 于是他们彼此说 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 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 窥探那地的人中 有难的儿子约书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他们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我们去窥探的那地 是十分美好的地方 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 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 把那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余蜜的地 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 就不必怕那地的人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硬辟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了 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全体会众都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这时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名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虽然在他们中间 行了这些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除灭他们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比他们还强 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样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用大能 把这名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也必告诉那地的居民 那地的居民也曾听见你耶和华 是在这人名中间 你耶和华曾面对面地向人显现 你的云彩常停在他们上面 日间你在云柱中 夜间你在火柱中 走在他们前面 现在如果你把这人民杀死 想杀死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万国 就必议论说 因为耶和华不能把这名领进他 向他们启示应许的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 求主大发能力 照着你说过的话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赦免罪孽和过犯 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逃罪孽 自负盗子 直到三四代 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 饶恕这人民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直到现在 常赦免这人民一样 耶和华说 我就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 但是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全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 这些见过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的人 仍然试探了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绝不得看见 我向他们的祖宗启示应许之地 藐视我的 一个也不能看见那地 但是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心跟从我 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 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 现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山谷中 明天你们要回转 从到红海路上 起行到旷野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照着你们所说给我听的 对待你们 你们的尸体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中间被数点过的 就是按着你们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上 向我发过怨言的 都不得进入 我启示给你们居住的那地 只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和南的儿子约书亚 才可以进去 但是 你们的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他们必被掳掠的 我要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必得着你们厌弃的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的尸体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背信之罪 直到你们的尸体 在旷野都灭尽了 照着你们窥探那地的日数 共四十天 一天算一年 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 你们就知道 我为什么与你们作对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我必要这样对待 这聚集反抗我的恶会众 他们要在这旷野灭尽 在这里死亡 摩西派去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因为带回有关那地的恶性 以致全体会众都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带回有关那地的恶性的人 都遭受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只有嫩的儿子约束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仍然活着 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们就非常悲哀 他们清早起来 上山顶去 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上耶和华应许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犯了罪 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 这事必不能成功 你们不要上去 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免得你们在仇敌面前被杀败 因为亚马利人和迦南人都在那里 在你们面前 你们必倒在刀下 因为你们转离不跟随耶和华 耶和华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擅自上山顶去 但是耶和华的约柜 和摩西并没有离开营地 于是亚马利人 和住在那山上的江南人 就下来 击杀他们 粉碎他们 直到合尔玛 名秀记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进入我赐给你们居住之地的时候 如果要从牛群或羊群 拿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凡祭或是其他的祭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甘心的祭 或是在你们的节旗献上的 都要献给耶和华作为新香的祭 那献贡物的 要把一公斤细面和一公斤油调和做素祭 献给耶和华 此外 无论是凡祭或是别的祭 为每只绵羊羔 你要一同献上一公升做电祭的酒 或是为每只公绵羊 你要一同献上两公斤细面 用一公升半油调和做素祭 你也要用一公升半酒做电祭 献给耶和华做新香的祭 你若是预备公牛犊做凡祭 或是别的祭 为要还特许的愿 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就要把三公斤细面 用两公升油调和做素祭 和公牛犊一同献上 也要用两公升酒做电祭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伙计 献一头公牛或一只公绵羊 或一只绵羊羔 或一只山羊羔 都要这样办理 照着你们预备的树木 每只都要这样办理 本地人献新香的伙计给耶和华 都要这样办理 如果有外人与你们同住 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的 要献新香的伙计给耶和华 你们怎样办理 他也要怎样办理 至于权重 无论是你们或是与你们同住的外人都一样的 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 归例 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怎样寄居的人也怎样 你们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只有一样的法规 一样的典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的时候 就要把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用出熟的麦面 做饼 当举计献上 你们献食 好像献上合场的举计一样 你们世世代代 要把出熟的麦面 做举计献给耶和华 如果你们做错了事 没有守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事 从耶和华吩咐的那一天起 直到你们的世世代代 如果有无心之师 是会众不知道的 全体会众就要把一头公牛犊做繁祭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祭 并且照着规章 把宿祭和殿祭一同献上 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体会众赎罪 他们就闭蒙赦免 因为这是无心之师 他们又因自己的无心之师 把贡物 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和赎罪祭 一起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体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就闭蒙赦免 因为全体人民都犯了无心之师 如果一个人误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只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那误犯的人赎罪 因为他犯罪是出于无心 祭司为他赎罪 他就闭蒙赦免 对于犯了无心之师的人 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都有一样的法力 但那胆大妄为的人 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 若是亵渎了耶和华 那人总要从民间剪除 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 违犯耶和华的命令 那人必被剪除 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 遇见他剪柴的人 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和全体会众那里 他们把他收在尖里 因为要怎样办他还未明朗 耶和华对摩西说 那人必须处死 全体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全体会众把他拉出营外 用石头把他打死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 在自己衣服的边上做穗子 又在穗子上 钉上一根蓝色的细带子 这要做你们的穗子 叫你们一看见 就记得耶和华的一切命令 并且遵行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乱跑 像你们素肠乱跑行淫一样 好使你们记得 并且遵行我的一切命令 又使你们成为圣洁 归给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名书记第十六章 立位的曾孙 哥侠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 可拉 和刘本子孙中 以利亚的儿子 大滩 雅比兰 与比勒的儿子 安 带着人来反抗摩西 还有以色列人中的二百五十个人 就是会众的领袖 会众中被选出有名望的人 他们聚集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 对他们说 你们太过分了 全体会众各个都是圣洁的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 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摩西听见了 就脸浮于地 对可拉和他的同党说 到了早晨 耶和华就要使人知道 谁是属他的 谁是圣洁的 就叫谁亲近他 谁是他拣选的 就叫谁亲近他 你们要这样做 可拉和你的同党 你们要拿香炉来 明天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盛在炉中 把香放在上面 耶和华拣选谁 谁就是圣洁的 你们立位人太过分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 立位人哪 请听 以色列的神 把你们从以色列会众中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理耶和华账目的事物 又站在会众面前 替他们供职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所有的兄弟 就是立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在你们看来是小事吗 你们还要寻求祭司职份吗 所以你和你的同党聚集起来反抗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呢 你们竟向他发怨言 摩西派人去把以利亚的儿子大滩和雅比兰叫来 他们说 我们不上去 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的地带上来 要在旷野杀死我们 这算小事吗 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 况且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的地 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做产业 难道你要把这些人的眼睛挽出来吗 我们不上去 于是摩西大怒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悦纳他们的礼物 我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 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摩西对可拉说 明天你和你的同党以及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个人要拿着自己的香炉 把香盛在上面 你们个人要把自己的香炉带到耶和华面前 共二百五十个香炉 你和亚伦也个人拿着自己的香炉 于是他们个人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 加上香 与摩西和亚伦一同站在会幕门口 可拉招聚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 来攻击摩西和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体会众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扎眼间把他们吞灭 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地说 神啊 万人之灵的神啊 一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体会众发怒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会众说 你们要离开可拉 大滩 雅比兰 账目的四周 于是摩西起来 到大滩和雅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了 摩西告诉会众 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人的账目 凡是他们的东西 你们都不可摸 免得你们因他们的一切罪恶同遭毁灭 于是众人离开了可拉大滩 雅比兰账目的四周 大滩 雅比兰就带着妻子 儿女和小孩出来 站在自己的账目门口 摩西说 由此你们可以知道 我做这一切事 是耶和华派我做的 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意 如果这些人死亡 像一般人死亡一样 或是他们所遭遇的 像一般人的遭遇一样 那么就不是耶和华派我来的 如果耶和华做一件心事 使地开口 把他们和他们所有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地下到阴间 这样你们就知道 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摩西说完了这一句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 地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以及一切属可拉的人和财物 都吞了下去 这样 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 都活活地下到阴间 地在他们上面合避 他们就从会众中灭亡了 在他们四周的以色列众人 听见他们的呼叫 就都逃跑 说 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把那献香的二百五十个人吞灭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利亚萨 叫他把那些香炉 从火中拾起来 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剩的 那些自害己命的人的香炉 也是剩的 你们要把他们垂成薄片 用来包盖祭坛 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已经成为圣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做见戒 于是 以利亚萨祭司 把被火焚烧的人献过的铜香炉拿起来 叫人垂成薄片 用来包盖祭坛 给以色列人做见戒 叫不是亚伦子孙的外人 不可进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向可拉和他的同党有一样的遭遇 这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利亚萨的 第二天 以色列全体会众都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害死了耶和华的子民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 他们转身向会幕观看 见有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出来 摩西和亚伦就来到会幕前面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要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眨眼间把他们消灭 他们二人就俯伏在地 摩西对亚伦说 你要拿着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里头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去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震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瘟疫已经开始了 亚伦照着摩西吩咐地把香炉拿来 跑到会众中间 果然 瘟疫已经在人民中间开始了 他就加上香 为人民赎罪 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件死亡的以外 因瘟疫死亡的 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他们手中取杖 按着富家每支派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领袖 按着他们的富家 共取十二根杖 你要把个人的名字 写在个人的杖上 又要把亚伦的名字 写在立位的杖上 因为照着他们富家各组长 必有一根杖 你要把这些杖 放在会幕里约柜前 就是我和你们相会的地方 我拣选的那人 他的杖必发芽 这样我就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 不再达到我耳中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他们所有的领袖 都把杖交给他 按着他们的富家 每个领袖一根杖 共有十二根杖 亚伦的杖也在其中 摩西就把杖放在约柜的会幕里 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 摩西进约柜的会幕去 不料 立位家亚伦的杖已经发了牙 生了花苞 开了花 结了熟性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 从耶和华面前带出来 给以色列众人看 他们看见了 个人就把自己的杖拿了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把亚伦的杖放回约柜前 给那些背叛的人留作证据 这样你就是他们 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了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我们要死了 我们灭亡了 我们都灭亡了 走进耶和华帐幕的都必定死 难道我们都要死吗 民数纪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 以及你父家的人 要与你一同担当 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 要与你一同担当 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你要带着你的亲族立位支派的人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 与你一同前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 并且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与你一同在约柜的会幕前供职 他们要守你所吩咐的 和会幕里的一切事 只是不可走进圣所的器具和祭坛 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 他们要与你联合 也要守会幕的本分 办理会幕的一切事物 只是外人不可走进你们 你们要看守圣所和祭坛 免得震怒再领导以色列人 我已经把你们的亲族立位人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 给你们做礼物献与耶和华 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你和你的儿子 要与你一同守你们祭司的职份 办理一切属祭坛和曼子内的事 你们要这样供职 我把祭司的职份 赐给你们做服侍我的赏赐 外人若是进前来 必被处死 耶和华对亚伦说 我已经把保留归我的举计 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 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作为永远应得的份 以色列人所现一切不经过火 至圣的贡物 就是一切素祭 一切赎罪祭和一切赎千祭 都要做至圣的物 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你要在至圣的地方吃 凡是难的都可以吃 你要以此物为圣 以色列人礼物中的举计 与他们的姚记都是你的 我已经给了你和你的儿女 作为永远应得的份 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最好的油 最好的辛酒和五谷 就是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出手的物 我都赐给你 从他们地上带来给耶和华的出手的物 都要归给你们 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必归给你 有血肉生命投生的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就是他们献给耶和华的都必归给你 只是人类投生的 你总要赎出来 不洁净牲畜投生的 也要赎出来 关于他们的赎价 一个月以上的 你要照你固定的价 按着圣所的秤 就是按照圣所的标准重量 用五十七克银子熟出来 只是投生的牛 投生的绵羊 或是投生的山羊 你不可熟出来 他们都是圣的 你要把他们的血 撒在祭坛上 把他们的纸油焚烧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迹 他们的肉 却要归给你 像摇过的胸和右腿 要归给你一样 以色列人奉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计 我都赐给了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儿女 做永远应得的份 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给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后裔 做永远的言约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地 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 也不可有份 在以色列人中间 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 至于立位的子孙 我已经把以色列中 所有的十分之一 赐给了他们做产业 这是为筹报他们 在会幕里办理的事物 从今以后 以色列人不可走进会幕 免得他们负罪而死 唯独立位人 要办理会幕的事 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 在以色列人中 他们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为举计的十分之一 我已经赐给了立位人做产业 所以我对他们说 在以色列人中 他们不可有产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立位人 你们既然从以色列人手中 取得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十分之一 你们就要从这十分之一中 取出十分之一 献给耶和华作为举计 这要算为你们的举计 好像河场上的五谷 又像榨酒池中的酒 这样 你们也要把从以色列人取得的十分之一 做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把献给耶和华的举计 归给亚伦祭司 从你们得的一切礼物中 要把最好的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为举计 所以 你要对立位人说 如果你们把最好的献上 这就算为你们河场上的粮 和榨酒池中的酒了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随处都可以吃 因为这是你们的公价 是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报酬 如果你们把最好的献上 就不致因此丹罪 以色列人的圣物 你们不可亵渎 免得你们死亡 名书记第十九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耶和华所定的律法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头完全没有残疾 未曾富过厄的红母牛 牵到你这里来 你们要把牛交给以利亚萨祭司 他就要把牛牵到银外 在他面前把牛宰了 以利亚萨祭司要用指头沾牛血 向会幕前面撒七次 然后在他面前把牛焚烧 牛的皮 肉 血和粪 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薄木 牛西草 猪红色线 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要洗自己的衣服 并用水洗身 然后才可以进营 但祭司 必不洁净到晚上 那烧牛的人 也要用水洗自己的衣服 并用水洗身 也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由一个洁净的人 收起母牛的灰 安放在银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 留作除污秽的水 这是除罪的 那收起牛灰的人 要洗自己的衣服 必不洁净到晚上 这要给以色列人 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做永远的定力 摸了任何死尸的 必不洁净七天 那人在第三天 要用这样除污秽的水 洁净自己 到第七天 他就洁净了 如果他在第三天 不洁净自己 到第七天 他就不洁净了 任何人摸了死尸 而不洁净自己的 就玷污了 耶和华的账目 这人必要从 以色列中减除 因为这除污秽的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所以他必不洁净 他的不洁 还留在他身上 如果人在会墓里死了 条例是这样的 敬这会墓的和一切在会墓里的 都必不洁净七天 一切藏口的器皿 就是没有盖上盖的 都是不洁净的 在田间摸了被刀杀死的 或是自己死的尸体 或是人的骨头 或是坟墓 就必不洁净七天 人要为这不洁净的人 拿些烧成的除醉灰 放在器皿里 倒上活水 要由一个洁净的人 拿牛西草 站在这水里 把水 洒在会墓上 和一切器皿 以及在那里的众人身上 又洒在摸了骨头 或是摸了被杀死的 或是摸了坟墓的人身上 第三天和第七天 那洁净的人 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这样到第七天 就是他洁净 他要洗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到晚上就洁净了 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 那人必从会众中被剪除 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索 除污秽的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他是不洁净的 这要给你们做永远的定力 那洒了除污秽水的人 要洗自己的衣服 那摸了除污秽水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不洁净的人摸过的一切 必不洁净 摸了这物的人 也必不洁净到晚上 民数记第二十章 正月间 以色列全体会众到了寻的旷野 就住在加迪斯 米利安死在那里 也埋葬在那里 会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 人民与摩西争闹 说 但愿我们的兄弟 在耶和华面前死去的时候 我们也一同死去 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 领到这旷野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 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什么使我们出埃及 领我们到这坏地方来呢 这里不能撒种 没有无花果树 葡萄树 石榴树 也没有水喝 摩西和亚伦 于是离开会众 来到会幕门口 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拿着杖 和你的哥哥亚伦聚集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 这样 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 摩西和亚伦聚集了会众 到磐石面前 摩西对他们说 悖逆的人啊 你们要听 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 用杖击打磐石两次 就有很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 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 这就是米利巴水 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 与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显为圣 摩西从加迪斯派使者去见以东王说 你的兄弟以色列这样说 你知道我们遭遇的一切困难 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去 我们在埃及住了很多日子 埃及人恶待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我们向耶和华呼求 他就听了我们的声音 派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现在我们就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过田地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我们只走大路 不偏左也不偏右 直到走过了你的境地 以东王对使者说 你不可从我这里经过 免得我带着刀出来攻击你 以色列人对他说 我们要走大路上去 我们和牲畜若是喝了你的水 我必召架赴你 不求别的事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经过 以东王说 你不可经过 他就率领很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 以东王不肯让以色列人 从他的境内经过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去了 以色列全体会众 从加迪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耶和华在以东地边界的荷尔山 对摩西和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本族人那里去 他必不得进入 我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的世上 你们违背了我的吩咐 你要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萨一同上荷尔山去 把亚伦的衣服脱下来 给他儿子以利亚萨穿上 亚伦就归到他本族人那里去 死在山上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的行了 三人当着全体会众的眼前 上了荷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衣服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萨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从山上下来 全体会众见亚伦死了 以色列全家就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与以色列人交战 卢了他们几个人 于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说 如果你把这名交在我手里 我就必把他们的城进行毁灭 耶和华听了以色列人的祈求 就把迦南人交给他们 于是他们把迦南人和他们的城进行毁灭 那地方的名就叫荷尔玛 他们从荷尔山沿着到红海的路起行 要绕过以东地 众民因为这条路心里烦躁 就反抗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食又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打发火蛇进入人民中间 蛇咬他们 许多以色列人就死了 人民来借摩西说 我们有罪了 因为我们出恶言攻击耶和华和你 求你向耶和华祷告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众人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做一条火蛇挂在杆上 被咬的 一看这蛇就必得存活 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 被蛇咬了的人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又起行在阿博安营 再从阿博起行 在以耶亚巴林安营 就是摩押对面的旷野 向日出之地 他们又从那里起行 在萨列古安营 又从那里起行 在亚嫩河那边安营 这亚嫩河是在旷野 从亚摩利人的境内流出来 原来亚嫩河就是摩押的边界 在摩押与亚摩利人之间 因此在耶和华的战书上记着 在苏法的瓦哈勃和亚嫩河的河谷 以及河谷的斜坡 这斜坡伸展到亚尔城的地方 就是靠近摩押边境的 以色列人又从那里到了比尔 从前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聚集住民 我好把水给他们喝 说的就是这个井 那时 以色列人就唱了这首歌说 井啊 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这井是领袖挖掘的 是民间的尊贵人 用龟用杖挖掘的 以色列人从旷野到了马他拿 从马他拿到拿哈列 从拿哈列到巴末 从巴末到摩押地的谷 又到了俯瞰荒野的皮斯加山顶 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洪说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我们只走大路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洪不容以色列人 从他的境界经过 反而聚集了自己的人民 出到旷野去攻击以色列人 西洪到了亚杂 与以色列人交战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他 占领了他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亚门人那里 因为亚谢是亚门人的边界 以色列人夺取了这一窃城 也住在亚摩利人的各城 就是西石本 于属于西石本的一窃村庄 这西石本是亚摩利人的王西洪的京城 西洪曾经与摩押以前的王交战 从他手中夺去了所有的地 直到亚嫩河 因此诗人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洪的城被重建 愿西洪的城坚立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从西洪的城冒出 吞灭了摩押的亚尔 烧毁了亚嫩河的高纲 摩押啊 你有祸了 基末的民啊 你们灭亡了 基末使自己的男子逃亡 使自己的女子被掳 交给了亚摩利人的王西洪 我们涉及他们 西石本就毁灭 直到敌本 我们使地荒凉 直到挪法 挪法直升到米底巴 这样 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地 摩西派人去窥探亚谢 以色列人就占领了亚谢的村镇 把那里的亚摩利人赶走 以色列人回头 沿着到巴山的路上走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 都出来迎着以色列人 在以德莱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为我已经把他和他的众民 以及他的地 都交在你手里 你要带他 像从前带那住在西石本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洪一样 于是他们杀了鄂和他的儿子 以及他的众民 没有留下一个 就占领了他的地 名书记第二十二章 以色列人起行 在摩亚平原安营 就是在约旦河东边 耶利哥的对面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 所行的一切事 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 摩亚人十分惧怕这名 因为他们众多 摩亚人因以色列人的缘故 十分恐慌 摩亚人对米店的长老说 现在这群人 要吞并我们四周的一切 好像牛吞吃田间的草一样 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 做摩亚王 他就派使者 到比尔的儿子巴兰那里去 就是到大河的皮朵 亚门人的地那里 去叫巴兰来说 你看 有一个民族从埃及出来 遮满了全地 如今住在我的对面 现在请你来 替我咒诅这名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或者我能够击败他们 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 因为我知道 你给谁祝福 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摩亚的长老和米店的长老 手里带着礼金去了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 把巴勒的话告诉他 巴兰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留在这里 我必照着耶和华 吩咐我的话 答复你们 于是摩亚的领袖 就与巴兰同住 神来到巴兰那里 说 与你在一起的这些人是谁 巴兰对神说 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 派到我这里来的人 他们说 你看 从埃及出来的民族 遮满了全地 现在请你来 替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够战胜他们 把他们赶走 神对巴兰说 你不可与他们同去 也不可咒诅那名 因为他们是盲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领袖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耶和华不准我 与你们同去 摩亚的领袖起来 回到巴勒那里说 巴兰不肯与我们同来 于是巴勒又派 比先前更多 更尊贵的领袖去 他们来到巴兰那里 对他说 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要推辞 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大得尊荣 你向我说什么 我都照办 只求你替我咒诅这名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算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但我不乱做大事小事 也不能越过耶和华 我神的命令 现在 请你们今夜也住在这里 等我得知耶和华 还要向我说什么 当夜神来到巴兰那里 对他说 这些人既然来请你 你就启程与他们同去 但是你只要遵行我吩咐你的事 巴兰早晨起来 背上驴 与摩鸭的领袖一同去了 神因为巴兰去就发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那时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同行 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 就转离正路 走入田中去 巴兰就打驴 要叫他转回路上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间的窄路上 两边都有围墙 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就紧挤在墙上 把巴兰的脚挤上了 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行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身的地方 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就卧在巴兰身下 巴兰大怒 就用自己的杖打驴 耶和华开了驴的口 驴就对巴兰说 我向你做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作弄我 但愿我手中有刀 现在就把你杀死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起初一直所骑的驴吗 我以前曾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 没有 那时 耶和华开了巴兰的眼睛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 巴兰就低头 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什么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看啊 是我来抵挡你 因为你走的路 在我面前斜屁 驴看见了我 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 驴若是没有从我面前转开 我早已把你杀了 而留他活着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是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现在 你若是不喜欢我去 我就回去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与这些人同去吧 但是 你只要说我吩咐你的话 于是巴兰与巴勒的领袖一同去了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 就出去到摩押的京城迎接他 这城是在亚难河旁 在边界的尽头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急切地派人到你那里去请你吗 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 难道我不能使你得尊容吗 巴兰对巴勒说 看啊 我已经来到你这里 现在我怎能说什么呢 神把什么话放在我口里 我就说什么 巴兰与巴勒同行 来到激烈湖索 巴勒载了牛羊 送给巴兰和与他在一起的领袖 到了早晨 巴勒带着巴兰上了巴黎的高纲 巴兰就从那里观看以色列民的边界 名书记第23章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在这里给我逐七座祭坛 给我预备七头公牛 七只公棉羊 巴勒照着巴兰吩咐的行了 巴勒和巴兰在每座祭坛上 献一头公牛和一只公棉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站在你的凡祭旁边 我要往前去 或者耶和华会来迎见我 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 于是巴兰上了一块高地 神迎见巴兰 巴兰对神说 我已经预备了七座祭坛 在各座祭坛上献了一头公牛 和一只公棉羊 耶和华把话传给巴兰 又说 你要回到巴勒那里去 要这样这样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和摩押所有的领袖 都站在凡祭旁边 巴兰就做歌 说 巴勒把我从亚兰领出来 摩押王引我出东山 说 来吧 为我咒骂雅各 来呀 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 我怎能咒诅呢 耶和华没有咒骂的 我怎能咒骂呢 我从高峰观看他们 从山上眺望他们 这是独居的民族 不列在万国之中 谁能数算雅各的灰尘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 愿我的死 像正直人的死 愿我之中 如正直人之中 巴勒对巴兰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领你来 咒诅我的仇敌 你反倒给他们祝福 巴兰回答说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怎能不谨慎说呢 巴勒对巴兰说 请你与我到另一个地方去 从那里你可以看见他们 不过 你不能看见他们全部 只能看见他们边界的一部分 在那里 你要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巴勒带巴兰 到了索肥田 上了皮斯加山顶 筑了七座祭坛 在每座祭坛上献了一头公牛 和一只公棉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在这里 站在你的梵祭旁边 等我到那边去 迎见耶和华 耶和华见了巴兰 把话传给他 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去 要这样这样说 巴兰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站在自己的梵祭旁边 魔妖的领袖 也与他在那里 巴勒问巴兰 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巴兰作歌说 巴勒啊 要起来听 西波的儿子啊 侧耳听我 神不是人 必不致说谎 也不是人子 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 怎能不做 他发言 怎能不做成 我奉命来祝福 神要赐福 神要赐福 我不能改变 在雅各中不见罪孽 在以色列中也不见患难 耶和华他们的神 与他们同在 有君王欢呼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对他们 有如野牛的脚 在雅各中 没有关照的 在以色列中也没有占卜 到了适当的时候 必有话对雅各和以色列说 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 这民族起来又如母狮 挺身好像公狮 不吃下猎物 不喝被杀的人的血 绝不卧下 巴勒对巴兰说 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 也不要祝福他们 巴兰回答巴勒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说 耶和华吩咐我的 我都必要遵行吗 巴勒对巴兰说 你来 我领你到另一个地方去 或者神喜欢你 你就可以在那里 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巴勒领巴兰 到了府市旷野的皮尔山顶去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在这里 给我逐七座祭坛 也要为我预备七头公牛 和七只公棉羊 巴勒就照着巴兰所说的行了 在每座祭坛上 献上一头公牛 和一只公棉羊 名书记第24章 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 就不再像前两次一样去求观照的方法 却面向旷野 巴兰举目 看见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就做歌 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有眼光的人说 得听神的话语 得见全能者的异象 身体扑倒 而眼目睁开的人说 雅各啊 你的会幕多么佳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幕多么美好 像扩展的棕林 如河边的园子 似耶和华栽种的沉香树 又像水旁的香薄树 必有水从他的桶中流出来 他的后裔必在多水之处 他的王必超过雅甲 他的国度必被高举 令他出埃及的神 对他好像野牛的脚 他要吞吃敌国 打碎他们的骨头 用剑射透他们 他敦服躺下 他好像公师 又像母师 谁敢使他起立呢 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巴勒向巴兰生气 就拍起手 巴勒对巴兰说 我请你来咒诅我的敌人 如今你反倒祝福他们这三次 现在你逃回你的地方去吧 我说过 我要大大的使你得尊荣 但是耶和华阻止你 使你不得尊荣 巴兰对巴勒说 我不是告诉了你派来的使者说 就算巴勒把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 随自己的心意 行好行歹吗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现在我要回我本族去了 你来 我要告诉你这个民族 日后要怎样代你的人民 他就做歌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开着眼的人说 那得听神的话语 明白至高者的知识 得见全能者的意象 身体扑倒而眼目睁开的人说 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 我望见他却不是近处 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 必有一仗从以色列兴起 他必打碎磨牙的鹅角 粉碎一切社特人的头顶 他必得以东做产业 又得仇敌之地西尔做产业 只有以色列人成为强壮 有一位从雅各而出的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余下的人 巴兰看见了亚玛丽就做歌说 亚玛丽原是列国之首 他的结局却是灭亡 巴兰看见了基尼人就做歌说 你的居所坚固 你的窝巢建在磐石中 但基尼必被毁灭 亚树要到几时才把你掳去呢 巴兰又做歌说 哀哉 神决定这事谁能得活呢 庇佑传从基提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却要灭亡 于是巴兰起来 回自己的地方去 巴勒也回去了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人民与魔妖的女子 刑起淫乱来 那些女子叫以色列人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以色列人也吃了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 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 耶和华对摩西说 把人民的首领都捉来 在我耶和华面前对着太阳 把他们悬挂起来 好使耶和华的烈怒可以转消 不向以色列人发作 于是摩西对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你们个人要把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人都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体会众 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 以色列人中有一个人来 当着他们的面 带了一个米店女子 到自己的兄弟那里去 亚伦祭司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中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跟着那以色列人进入卧室 把他们两人刺透 就是刺透那以色列人和那女子 枪刺进了那女子的肚腹 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才止住 那时因瘟疫而死的 共有二万四千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亚伦祭司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的烈怒烧嚣 不向以色列人发作 因为他在他们中间 以我祭邪的心为心 使我不因我祭邪的心 把他们消灭 因此你要说 现在我把平安之约赐给他 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担当祭司职份的约 因为他为他的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被杀的以色列人 就是与那米店女子一同被杀的人 名叫辛利 是撒禄的儿子 是西缅之派中一个家族的领袖 那被杀的米店女子 名叫哥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是米店一个家族的族长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店人 打击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 在皮尔的世上 和他们的姐妹 米店领袖的女儿 哥斯比的世上 用诡计欺骗了你们 这哥斯比在瘟疫的日子 因皮尔的世被杀了 名书记第26章 瘟疫以后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说 你们要把以色列会众 从20岁以上 在以色列中能出去打仗的 按着他们的附加计算数目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在摩亚旷野 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边 告诉他们 从20岁以上的 你们都要登记数目 这是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从埃及地出来的 以色列人既有 以色列的长子刘本 刘本的子孙 属哈诺的 有哈诺家族 属法禄的 有法禄家族 属西斯伦的 有西斯伦家族 属加米的 有加米家族 这些是刘本的家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43,730人 法禄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 尼姆利 大滩 雅比兰 这大滩和雅比兰 按着家族 属尼姆利的 有尼姆利家族 属雅敏的 有雅敏家族 属雅金的 有雅金家族 属谢拉的 有谢拉家族 属扫罗的 有扫罗家族 这些就是西缅的各家族 共有22,200人 加德子孙按着家族 属喜分的 有喜分家族 属哈基的 有哈基家族 属苏尼的 有苏尼家族 属阿斯尼的 有阿斯尼家族 属以利的 有以利家族 属雅利的 有雅利家族 属雅列利的 有雅列利家族 这些就是 加德子孙的 各家族 按着他们 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40,500人 犹大的儿子 是尔和俄南 这尔和俄南 都死在迦南地 犹大子孙按着家族 属士拉的 有士拉家族 属谢拉的 有谢拉家族 法勒斯的子孙 属西斯伦的 有西斯伦家族 属哈姆勒的 有哈姆勒家族 这些就是 犹大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 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76,500人 以撒家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陀拉的 有陀拉家族 属普瓦的 有普瓦家族 属亚述的 有亚述家族 属申伦的 有申伦家族 这些就是 以撒家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64,300人 西布伦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西列的 有西列家族 属乙伦的 有乙伦家族 属亚利的 有亚利家族 这些就是 西布伦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60,500人 约瑟的儿子 按着家族 有马拉西 有马拉西和 以法连 马拉西的子孙 属马吉的 有马吉家族 马吉 生基列 属基列的 有基列家族 以下就是 基列的子孙 属伊以谢的 有伊以谢家族 属希勒的 有希勒家族 属亚斯列的 有亚斯列家族 属世间的 有世间家族 属世米大的 有世米大家族 属西福的 有西福家族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西罗菲哈的女儿 名叫马拉 罗阿 荷拉 密加 德萨 这些就是 马拉西的各家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52,700人 以下就是 以法连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苏提拉的 有苏提拉家族 属比杰的 有比杰家族 属他汉的 有他汉家族 苏提拉的子孙 属以兰的 有以兰家族 这些就是 以法连子孙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32,500人 按着他们的家族 这些都是约瑟的子孙 遍雅敏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比拉的 有比拉家族 属雅识别的 有雅识别家族 属雅西兰的 有雅西兰家族 属书反的 有书反家族 属护反的 有护反家族 比拉的种子 是雅勒 乃曼 属雅勒的 有雅勒家族 属乃曼的 有乃曼家族 这些就是 遍雅敏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他们被数点的 共有45,600人 以下是 但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书寒的 有书寒家族 按着家族 这些就是 但的各家族 书寒所有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64,400人 雅舍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属殷拿的 有殷拿家族 属易诗伟的 有易诗伟家族 属比利亚的 有比利亚家族 比利亚的子孙 属西别的 有西别家族 属马杰的 有马杰家族 雅舍的女儿 名叫希拉 这些就是雅舍子孙的 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五万三千四百人 拿弗塔利的子孙 按着家族 属雅靴的 有雅靴家族 属孤尼的 有孤尼家族 属耶色的 有耶色家族 属世冷的 有世冷家族 这些就是 拿弗塔利的各家族 按着他们各家族 被数点的 共有四万五千四百人 以上就是 以色列人被数点的 共有六十万零一千七百三十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按着人民数目 把地分配给他们 做产业 人数多的 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数少的 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要按着数点的人数 把产业分给个人 虽然这样 地还是要借着 抽签分配 他们要按着自己 附加支派的名字 承受产业 你要按着所抽的签 照着人数的多少 把产业分配给他们 以下是按着家族 被数点的立位人 属格顺的 有格顺家族 属歌侠的 有歌侠家族 属米拉利的 有米拉利家族 这些就是立位的各家族 有利尼家族 西伯伦家族 马利家族 姆士家族 可拉家族 歌侠生暗兰 暗兰的妻子 名叫约基别 是立位的女儿 是立位在埃及所生的 他给暗兰 生了亚伦 摩西 和他们的姐姐 美利岸 亚伦 亚伦 生拿达 雅比户 以利亚萨 以他马 拿达和雅比户 在耶和华面前 献反火的时候 死了 立位人中 从一个月以上 被数点的所有男丁 共有二万三千人 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数点他们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以上的人 就是被摩西 和以利亚萨 祭司 数点的 他们是在 摩亚平原 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 数点以色列人的 这些人中间 没有一个是 摩西和亚伦祭司 从前在西奈旷野 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数点过的 因为耶和华 论到他们曾经说过 他们必死在旷野 所以 除了耶弗尼的儿子 迦勒和难的儿子 约书亚以外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名书记第27章 属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的各家族 有马拿西的玄孙 马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的女儿 名叫马拉 挪阿 荷拉 密加 德萨 他们前来 站在会幕门口 在摩西和以利亚 马萨祭司 众领袖和全体会众面前 说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他并不是在那聚集 攻击耶和华的人之中 不属可拉一党的人 他死在自己的罪中 只是他没有儿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父亲 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 从他的家族中除掉呢 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 给我们产业 于是摩西就把他们的案件 乘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西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 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 给他们产业 要把他们父亲的产业给他们 你也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一个人死时 如果没有儿子 就要使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如果他没有女儿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兄弟 如果他没有兄弟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系的兄弟 如果他父亲没有兄弟 你们就要把他的产业 给他家族中最近的亲属 那人就要得他的产业 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 典章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上这亚巴林山去 看看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 你也必归到你的本族那里去 像你哥哥亚伦归去一样 因为在寻的旷野 会众争闹的时候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 没有在永水之地 在会众眼前遵我为圣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带领他们出入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拣选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心里有圣灵 你要按手在他头上 叫他站在以利亚萨祭司 和全体会众面前 当他们的面委派他 你要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好叫以色列全体会众都听从他 他要站在以利亚萨祭司面前 以利亚萨要借着乌灵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全体会众都要按着以利亚萨的命令出入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行 他把约书亚领来 叫他站在以利亚萨祭司和全体会众面前 按手在他头上委派他 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 名书记第28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应献给我的贡物 就是献给我做新香的伙计的食物 要按着日期献给我 你又要对他们说 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伙计是这样 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糕 每天两支作为长献的伙计 早晨要献一支 黄昏献一支 也要献一公斤细面 用倒成的油一公升调和 作为素计 这就是长献的伙计 是在西奈山规定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香的伙计 为每支公羊糕 要同献一公升做奠计的酒 你要在圣索中 把纯酒献给耶和华做奠计 晚上你要献上另一支公羊糕 要照着早晨的素计 和同献的奠计献上 做新香的伙计献给耶和华 在安喜日要献两支 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糕 也要献两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做素计 还有同献的奠计 这是安喜日献的凡计 在那长献的凡计和同献的奠计以外 每月第一日 你们要把凡计献给耶和华 就是两头公牛犊 一支公绵羊 七支没有残疾一碎的公羊糕 为每头公牛 要献三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做素计 为每支公绵羊 要献两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做素计 为每支公羊糕 要献一公斤细面 用油调和做素计 这是新香的凡计 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每头公牛 要献酒两公升做电计 每支公绵羊 献酒一公升半 每支公羊糕 献酒一公升 这是每月当献的凡计 一年之中 每个月都要这样 又要把一支公山羊 做赎罪计献给耶和华 在那长线的凡计 和铜线的奠计以外 正月十四日 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这月十五日是节起 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一日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献伙计给耶和华做凡计 就是两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和七只一碎的公羊糕 都要完全没有残疾的 铜线的塑计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犊 要献三公斤 为每只公绵羊 要献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为你们赎罪 除了早晨的凡计 就是长线的凡计以外 还要把这些计物献上 一连七日 每日都要献上这样的计物 给耶和华做新香火计的食物 是在长线的凡计 和铜线的塑计以外的 第七日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在出手日及七七节那一天 你们把新肃计献给耶和华的时候 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把凡计作为新香的计 献给耶和华 就是两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一碎的公羊糕 铜线的肃计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 要献三公斤 为每只公民羊 要献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为你们赎罪 除了长线的凡计以外 你们还要献上这些计物 和铜线的奠计 都要没有残疾的 民数纪第29章 七月第一日 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是你们吹脚的日子 你们要把凡计做新香的计 献给耶和华 就是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一碎 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铜线的素计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 要献上三公斤 为每只公绵羊 要献上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为你们赎罪 在月初的凡计 和铜线的素计 长线的凡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照例铜线的奠计以外 还要献上这些 给耶和华 做新香的伙计 在七月十日 你们要有盛会 刻苦己心 什么都不可做 只要把凡计 做新香的计 献给耶和华 就是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一碎 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铜线的素计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 要献三公斤 为每只公绵羊 要献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在为赎罪的赎罪计 长线的凡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奠计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七月十五日 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首节七天 你们要给耶和华献凡计 做新香的火计 就是十三头公牛毒 两只公绵羊 十四只一碎 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铜线的素计 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那十三头公牛 每只要献三公斤 为那两只公绵羊 每只要献两公斤 为那十四只公羊糕 每只要献一公斤 在长线的繁计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二日 要献公牛毒十二头 公绵羊两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三日 要献公牛十一头 公绵羊两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四日 要献公牛十头 公绵羊两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五日 要献公牛九头 公绵羊两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六日 要献公牛八头 公绵羊两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七日 要献公牛七头 公绵羊两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 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第八日 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给耶和华献繁计 做新香的伙计 就是公牛一头 公绵羊一只 一碎没有残疾的公羊糕 七只 并且为公牛 公绵羊和公羊糕 按着树木 照着归例 献上铜线的素计 和铜线的电计 在长线的繁计和铜线的素计 以及铜线的电计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计 在那些为还愿 或是甘心所献 做你们的繁计 素计 电计 或是平安计的以外 这些是在你们规定的时期内 要献给耶和华的祭物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一切话 对以色列人说了 名书记 第三十章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众支派的领袖 这是耶和华 吩咐的话 如果人向耶和华 许愿 或是启示 要约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 总要照着自己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行 女子年幼 还在富家的时候 如果向耶和华 许愿 要约束自己 他父亲 若是听见 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却对他默不作声 他所许的一切愿 和所说约束自己的话 就为有效 但是他父亲 听见的时候 如果阻止他 他所许的愿 和所说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为无效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因为他父亲 阻止他 如果他已嫁了丈夫 他许愿 或嘴里说 冒失话 约束自己的时候 他丈夫听见了 但在听见的时候 默不作声 他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就为有效 但是他丈夫 听见的时候 如果阻止他 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 和他嘴里 所说约束自己的 冒失话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寡妇或是离了婚的妇人 所许的愿 就是他所说约束自己的一切话 都为有效 如果他在丈夫家里许了愿 或用誓言约束自己 他丈夫听见了 却默不作声 也没有阻止他 他所许的愿 和所说一切约束自己的话 就为有效 但是他丈夫听见的时候 如果把这两样都废了 妇人口中所说一切关于许愿的话 和约束自己的话 都必无效 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都废了 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妇人所许的愿 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 她丈夫都可以确立 也可以废去 如果她丈夫天天向她默不作声 那就算是确立她所许的愿 和所说约束自己的一切话 因为丈夫在听见的日子 向她默不作声 就使这两样生效 但是 如果丈夫听了很久以后 才把这两样完全废去 她就要担当妻子的罪孽 以上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条例 是关于丈夫与妻子 父亲与女儿 女儿年幼在复家的时候的条例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 报以色列人的仇 然后要归到你本族那里去 摩西对人民说 要从你们中间 使一些人武装起来去作战 攻击米甸人 好在米甸人身上 为耶和华报仇 你们要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美之派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美之派选出一千人 共有一万二千人 都武装起来去打仗 摩西就打发美之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且派遣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 菲尼哈与他们一同去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去与米甸人作战 杀死了所有的男人 在那些被杀的人以外 还杀了米甸的五个王 就是乙卫 利金 苏尔 护尔 和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又掳掠了他们所有的牲畜 羊群和财物 并用火烧了他们所住地方的一切城市和营寨 把一切夺来的和掳掠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走 他们把俘虏的人和掳来的 以及夺来的东西都带到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和耶利哥相对的营地那里 交给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会众所有的领袖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对作战回来的军官 就是对千夫长和百夫长发怒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让这些妇女存活吗? 看哪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使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 以致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身上 现在你们要把所有的男孩都杀了 也要杀死所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妇人 但女孩子中 没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 你们都可以让他们活着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天 杀过人的和摸过死尸的 第三日和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 你们和你们掳来的人都要这样行 你们也要洁净一切衣服 皮具 山羊毛汁的物和木器 以利亚萨祭司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律例 金、银、铜、铁、锡、签、签 能够经活的东西 你们都要使它经活 就算是洁净了 但还要用储污水洁净它 不能洁净的 你们要使它经过水 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 就为洁净 然后才可以竞赢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会众的各组长 要计算俘虏的人 和略得的牲畜的总数 你要把略夺得的分为两半 一半给出去打仗的人 一半给全体会众 你又要从出去打仗的人所得的 无论是人、牛、驴或羊群之中 抽出五百分之一 做贡物奉给耶和华 你们要从他们那一半中抽出 交给以利亚萨祭司 做耶和华的举计 从以色列人那一半中 无论是人、牛、驴、羊群 或是各样牲畜 都要抽出五十分之一 交给负责看守 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行了 略得的东西 就是打仗的人所掳掠剩下来的 共有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两千头 驴六万一千头 没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妇人 三万二千人 出具打仗的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羊共有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这些羊群中 归耶和华做贡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头 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七十二只 驴三万零五百头 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六十一批 人口一万六千 归给耶和华做贡物的 有三十二人 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把贡物就是耶和华的举计 交给以利亚萨祭司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 属于会众的那一半 有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头 驴三万零五百头 人口一万六千 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从属于以色列人的那一半 无论是人口或是牲畜 都抽出五十分之一 交给负责看守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统领万军的军长 千夫长和百夫长都来见摩西 对摩西说 你仆人手下作战的士兵 已经计算总数 没有缺少一人 现在我们把耶和华的贡物都送来了 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的精器 脚链子 镯子 打印戒指 耳环 手串 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自己赎罪 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就是各样金子做成的器皿 千夫长和百夫长 献给耶和华为举计的一切金子 共有两百多公斤 士兵都各自夺取了财物 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就从千夫长和百夫长手中收了金子 把他带进会幕里去 在耶和华面前做以色列人的纪念 明书记第32章 刘本子孙和迦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 他们看见雅蟹地和基列地 都是可牧放牲畜的地方 就来对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会众的首领说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攻取的地 是可牧放牲畜的地 你仆人也有牲畜 他们又说 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这地给你的仆人做产业 不要叫我们过约旦河 摩西对加德子孙和刘本子孙说 难道你们的兄弟去打仗 你们去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什么使以色列人灰心 不过河到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那里去呢 我从前从加迪斯巴尼亚 派你们的先祖去窥探那地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行 他们上到以时各谷 看了那地就使以色列人灰心 不进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那里去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 就启示说 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上的人 必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启示应许的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独基尼喜人 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带都灭尽了 现在你们这些罪人的族类 以来接替你们的先祖增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烈怒 如果你们转离不跟从他 他再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 这样你们就要把整个民族都毁灭了 两支派的人走到摩西跟前对他说 我们要在这里给我们的牲畜逐羊圈 给我们的孩子建成义 我们自己却要武装起来 行在以色列人前头上阵 直到把他们领到他们自己的地方 但我们的孩子因为这地居民的缘故 要住在坚固的城里 我们绝不回家 只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产业 我们不与他们在约旦河西边之地同售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 摩西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这样行 在耶和华面前武装起来去作战 你们所有武装起来的人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 直到他把他的仇敌从自己面前赶出去 直到那地在耶和华面前被征服了 然后才回家 这样你们对耶和华和对以色列就算无罪 这地也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做产业 如果你们不这样行 就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现在你们只管照你们口中所出的话去行 为你们的孩子建成 为你们的羊群逐眷 焦德子孙和刘本子孙告诉摩西 你仆人必照着我主吩咐地去行 我们的孩子、妻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 都要留在激烈的各城 但你的仆人 所有武装起来预备打仗的 都要照着我主所说的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作战 于是摩西为了他们 嘱咐以利亚萨祭司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众支派的组长 对他们说 加德的子孙和刘本的子孙 所有武装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预备去作战的人 如果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 那地在你们面前被征服了 你们就要把激烈地给他们做产业 他们若是不武装起来 与你们一同过去 他们就要在迦南地 在你们中间同得产业 加德的子孙和刘本的子孙回答说 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 我们就怎样行 我们要武装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过河 到迦南地去 只是约旦河这一边的地方 要归我们做产业 于是摩西把亚摩利王西红的国 和巴山王厄的国 连那地和境内城市 以及那地周围的城市 都给了加德的子孙 刘本的子孙 和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半个支派 加德的子孙修筑了 迪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硕返、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 这些坚固的城市和洋眷 刘本的子孙修筑了西石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缅 以上的名字是改了的 西比玛 又为他们修筑的城市起了别的名字 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子孙 以下是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队伍在摩西和亚伦的手下从埃及地出来以后所行的路程 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命令把他们出发的路程记下来 他们出发的路程是这样 1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所有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了 那时埃及人正在埋葬他们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击杀的 耶和华也对他们的神施行审判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书戈安营 从书戈起行在旷野边界的伊坦安营 从伊坦起行转到比哈西路 是在巴黎喜粪前面 就在密夺对面安营 从比哈西路起行 经过了海来到旷野 又在伊坦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 就在马拉安营 从马拉起行来到乙林 在乙林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安营 从乙林起行在红海边安营 从红海起行在迅的旷野安营 从迅的旷野起行在托迦安营 从托迦起行在雅路安营 从雅路起行在利菲定安营 在那里众民没有水喝 从利菲定起行在西奈的旷野安营 从西奈的旷野起行在基伯罗哈塔瓦安营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在哈西路安营 从哈西路起行在利提马安营 从利提马起行在临门帕列安营 从临门帕列起行在利拿安营 从利拿起行在勒萨安营 从勒萨起行在基西拉塔安营 从基西拉塔起行在沙斐山安营 从沙斐山起行在哈拉大安营 从哈拉大起行在马吉西路安营 从马吉西路起行在塔哈安营 从塔哈起行在塔拉安营 从塔拉起行在密加安营 从密加起行在哈摩拿安营 从哈摩拿起行在摩西路安营 从摩西路起行在比尼亚干安营 从比尼亚干起行在河哈吉甲安营 从河哈吉甲起行在约巴塔安营 从约巴塔起行在阿博拿安营 从阿博拿起行在以寻加别安营 从以寻加别起行在寻的旷野安营 寻就是加蒂斯 从加蒂斯起行在以东地边界上的河尔山安营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四十年五月一日 亚伦祭司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上了河尔山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河尔山上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三岁 那时住在迦南地南方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从河尔山起行在萨摩拿安营 从萨摩拿起行在普嫩安营 从普嫩起行在阿博安营 从阿博起行在摩押边境的 以耶亚巴林安营 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在迪本加德安营 从迪本加德起行在亚门迪比拉太阴安营 从亚门迪比拉太阴起行在尼泊前面的亚巴林山安营 从亚巴林山起行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安营 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着约旦河边安营 从帕耶施末直到亚伯石亭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说 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毁坏他们的一切雕像以及一切住像 又拆毁他们的一切秋坛 你们要占领那地 住在那里 因为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 你们要按着家族抽签 承受那地做产业 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 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抽签抽出那地归谁就归谁 你们要按着宗族支派承受产业 如果你们不把那地的居民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所留下的人就必成为你们眼中的刺 勒旁的荆棘 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你们 并且我原计划怎样带他们 也要怎样带你们 民数纪第3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进了江南地的时候 归你们做产业的江南地 及它的四境 就是以下这些地区 你们南面的地区 要从巡的旷野 贴着以东边界 你们的南界 要从沿海东面的尽头起 你们的边界 要转到亚克拉宾波的南边 经过巡直达加蒂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出到哈萨亚达 过到亚门 你们的边界 要从亚门转到埃及河 直达到海 西界方面 你们有大海和海岸 这要做你们的西界 你们的北界如下 从大海起化界 直到荷尔山 从河尔山起化界 直到哈马口 使边界直到西达达 这边界再深到西肥伦 直到哈萨以南 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以南 化到四番为东界 这边界要从四番 下到亚岩东面的利比拉 这边界要继续伸展 直达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边界要下到约旦河 直到沿海 这要做你们的土地 四周的边界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这就是你们要抽签 承受为业之地 是耶和华吩咐给 九个半支派的 因为刘本子孙的支派 和迦德子孙的支派 按着附加 已经取得了产业 马拿西的半个支派 也取得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 已经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东岸 向日出之地得了产业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是要把地业 分配给你们的人的名字 以利亚撒基斯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你们又要从每支派中 选出一个领袖 来帮助分配地业 这些人的名字是 犹大支派 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西年子孙的支派 有亚米乎的儿子 士姆利 便亚敏支派 有基斯伦的儿子 以利达 旦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约利的儿子 布基 约瑟的后裔 马拿西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以弗的儿子 汉涅 以法连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石伏旦的儿子 基姆利 西布伦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帕纳的儿子 以利萨帆 以萨加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阿萨的儿子 帕铁 亚瑟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士罗米的儿子 亚西乎 拿弗塔利子孙的支派 有一个领袖 是亚米乎的儿子 比大黑 这些人 就是耶和华所吩咐 把产业分给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的 《名书记》第35章 耶和华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 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们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把一些城给立位人居住 也把这些城周围的郊区 给立位人 这些城要归他们居住 城的郊区可以募放他们的牛羊 和一切牲畜 也可以存放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立位人的城郊 要从城墙起 周围向外梁450公尺 你们又要从城外 向东面梁900公尺 向南面梁900公尺 向西面梁900公尺 向北面梁900公尺 城在中间 这要归给他们做城外的郊区 你们分给立位人的城 其中要有六座避难城 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 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 这样 你们所要给立位人的城 共为48座 连城带城郊都要给他们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中 你们要把一些城给立位人 人多的就要多给 人少的就要少给 每个支派要照着自己承受的产业 把城分给立位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旦河 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选择几座城 给你们做避难城 让误杀人的 就是无心杀死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他们可以做你们逃避 报仇者的避难城 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 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 你们指定的城 要给你们做六座避难城 在约旦河东面 你们要分出三座城 在迦南地 你们也要分出三座城 都要做避难城 这六座城 要给以色列人和外族人 以及他们中间居住的人 做避难城 使无心杀人的人 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如果人用铁器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如果人手里拿着 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如果人手里拿着 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报血仇的 要亲自把那故意杀人的杀死 一遇见他就可以杀死他 如果人因怀恨 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着向人扔东西 以致把人打死 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那打人的必被处死 因为他是故意杀人的 报血仇的一遇见凶手 就可以杀死他 但是如果人没有仇恨 忽然把人推倒 或是无意向人投掷什么器皿 或是因为没有看见 用任何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扔在人身上 以致把人打死 他本来与他无仇 也无意害他 这样会众就要照着点章 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人中间 施行裁判 惠众要把误杀人的 从报血仇的人手中救出来 他要住在城中 直到受高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 若是出了他逃进的避难城的境界 报血仇的 在避难城境外遇着他 把他杀了 报血仇的 就没有犯流人血的罪 因为那误杀人的 应该住在避难城中 直到大祭司死了 大祭司死了以后 那误杀人的 才可以回到他自己地业去 这在你们一切居住的地方 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 立例典章 杀人的 要凭着几个见证人的口供 才可以把他处死 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 就不能指证把人处死 犯了死罪 故意杀人的 你们不可收取赎假 待他赎命 因为他必被处死 逃到避难城的人 你们也不可收取他的赎假 使他在大祭司 未死以前 回到本地居住 这样 你们就没有 玷污你们居住的地 因为血能玷污地 在地上 如果有流人血的 除非流那 故意杀人者的血 那地的血 就不能得赎 你们不可玷污 你所住的地 就是我居住的地 因为我耶和华 是居住在 以色列人中间的 名书记 第36章 约瑟后裔的家族中 有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 激烈的子孙 他们族中的首领都前来 在摩西面前 在各家族 做首领的领袖面前 和在以色列人面前说 耶和华曾经吩咐我主 要凭抽签 把地分给 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受了 耶和华的吩咐 要把我们兄弟 希罗 飞哈的产业 分给他的重女儿 但是 如果他们嫁给 以色列中 别的支派的人 他们的产业 就必从我们 祖宗的产业中 被娶去 加在他们 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 我们抽签 所得的产业 就失去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 喜年 他们的产业 就要加在 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 他们的产业 就要从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中 被拿去了 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 吩咐以色列说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对 论到希罗 飞哈的重女儿 耶和华吩咐的话 是这样 他们可以随意 嫁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只能嫁给 同族同支派的人 做妻子 这样 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会从一个支派 转到另一个支派去 因为以色列人 要各自守住 自己祖宗支派的产业 从以色列支派中 得了产业的女子 要嫁给自己 祖宗支派的人 做妻子 好使以色列人 可以各自承受 自己祖宗的产业 这样 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会从一个支派 转到另一个支派去 因为以色列人的支派 要各自守住 自己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希罗菲哈的重女儿 就怎样行 希罗菲哈的女儿 马拉 德萨 荷拉 密加 罗阿 都嫁给了自己 赎伯的儿子 做妻子 他们嫁给了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 子孙家族的人 做妻子 他们的产业 仍然留在自己的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 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 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 吩咐的命令和典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